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可以请邱光跟我们谈一下 你小时候或你青年时期读地下室手机 看了它之后有什么感想 对我想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 其实都会读到 amigo de Maiz Hayek 或者是读了一些些 或者是买了只看到封面放在书架上 对 这是我们那时候的记忆 因为那个年代 很厚很厚的坠语法 很厚很厚的 都流行 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点深奥的这种作品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读过其实甚至没有读完 但是我以为自己读完了 懂得里面讲到了一些 你要一个人 要有一个存在的意识 痛苦是必要的 然后如何去面对自我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感到满意 非常好像能够拿些 这些东西跟同学去炫耀一样 那时候读的大概就是一知半解 但是对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其实或许那样的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阅读方式 至少引起了兴趣 对 还蛮重要的启蒙 就不管你懂或不懂 其实它已经带领你进入这个 存在主义 或是他们所讨论的 对 因为杜斯托也基本上 就是一个必须要不断地 重新去读的一个作家 他的作品不论是在俄国本地 也是这样子 全世界也都是这样子 全世界也有不断地 重新翻译他的新的译本出来 因为每一个年代读 它都有不同的意义出来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非常值得看的地方 而且在俄国文学里面 杜斯托也夫基在现在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其中之一 包括契科夫 杜斯托也夫基 这是现代全世界的读者都非常喜欢的 对 甚至他超越了托尔斯泰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从这本书诞生到现在 去年是150周年 今年是151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 其实刚刚秋光说 他依然现代人还是喜欢读他 可不可以帮我们具体地描述一下 为什么他依然到现代还是经典呢 为什么叫经典 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力 他会永恒的存在 一直到现在一定有他的一个特别之处 那地下室走记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宅男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地下室人 他是一个封闭的人 但是他比我们现在的宅男还要宅 他封闭在家里的地下 他比现在任何人都还要宅 所以你看一百多年前杜斯托也夫基 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的问题了 这个地下室手记 他里面探讨就是一个人面对自我的时候 他面对生活的时候 他如何协调自己的内心想象世界 跟外在的世界 他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要如何去面对 所以这个地下室手记 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在现在去读 你仍然觉得很有意思 这也是现在我们去面临的问题 好 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主人翁好了 地下室人 他说他是一个中年退休公务员 然后他退缩到他家的地下室去 然后他分成上下两篇地下室手记 上篇就在讲 他一个人在地下室喃喃自语了什么 然后他又说他自己有病 他又说他疑心病很重 他又说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可是我也很迷信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地下室人他的性格是什么 小说里面说 他活在自己想象的内心的地下室里面 他比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宅男还要宅 对 他封闭自我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不漂亮 他在社会上受白击 他从小学中学旧学的时候就被大家霸凌 语言霸凌也好 肢体霸凌也好 就被排挤 被孤立 被孤独 他内心都老是觉得 他自己总是一个人 那他们是全部 所以他从小到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象 就是他永远都是孤独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钱 所以穿得很破烂 长得又不漂亮 所以都会被大家嫌弃 所以他越来越孤立了 小说里面就是说他孤独到性子都野了 就好像那种野兽的感觉一样 这种荒郊野外 你感觉全世界只有天跟地跟你自己一个会动的生物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他有时候非常地自卑 那同时他又非常地自傲 他会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他觉得自己最聪明 因为他在家里面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他读了非常多的书 全世界的 德国的哲学 他都搞得一清二楚 他认为搞得一清二楚 他认为 对 所以他可以用在家里面读书读到的知识 去了解全世界 去批评这个社会 批评全世界 你想想看 读万卷书胜过 走那个万里路了 对 所以他内心永远不是胆小鬼 但是他在行动上永远不会付诸实施 所以他为我们描写的 不是一个特定的某一个人 也不是作者自己 当然有某种程度 作者的一些特质 但是他描写的是一个集体的形象 一个时代 一个时空下的一个集体的人 他所有人 他的面貌 这是一个时代之子 在一百多年前是这样的 在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看到这样的人 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没有一个客观的存在感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主观的存在感 他是一个心理上的胜利 一个阿Q式的胜利 精神胜利 他赢了 他至少要自己认为他赢了 他才能够继续存活在这个社会上 所以在这本书的下篇 他描述了三个故事 一个是复仇的 非常内心狭小的 因为让路的一件小事 然后跟一个军官 非常不愉快 以及他跟他 获去的同学的不愉快 其实这三个故事 还蛮具体的在描述 也在重新的在 讨论地下室人他的个性 可不可以请邱光帮我们 从这个故事里面去谈地下室人 小说的第二篇 是几个生活上的故事 很有趣 很好笑 他其实讲的 也是第一篇同样的东西 只是换一个我们方式来讲 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讲 第一篇谈到了什么 像刚刚提到的 他产生一个个人的意识 他因为被孤立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他们是全部 他一个人可以 一个人对抗全部 这个全体 对 他是最聪明的 他能够去改变这个世界 只有他不像那群绵羊一样 只会吃同样的东西 顺从的 对 顺从的一个群体 他是一个叛逆的一个个人 所以在第二篇里面 他其实谈的都是这些事情 那他就讲到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让路的故事 对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会在街上逛街 但是他不喜欢在白天逛街 因为他不喜欢被熟人遇到 因为他是孤独的 他怕人家会 对他指指点点他 对 所以他都晚上出去 有一天晚上 他真的非常的孤僻 对 他就走到了一个酒馆前面 对 那酒馆灯亮着 他从酒馆外面看 窗户看进去 看到里面有人在打撞球 好几个人 突然口角 然后骂起来 开始打架 对 然后其中一个人被打 然后从窗户丢出来 他看到非常震惊 他就想说 要是以前 我可能会觉得这很糟糕 被人家丢出来 但是现在 他好想要当被丢出来的那个人 这种孤独的忧郁 会把人逼疯到这种程度 就是他想要交朋友 想要投入那个群体里面去 就算被打 他也觉得很好 有一种跟朋友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他连这个都没有 你就想想看 他孤独到这种程度了 他接下来心里就想了 他说 要是我进去跟他们吵架 会不会也打起来 他们也把我丢出去 对 他就想说 好 我去试试看 对 结果走进去又不敢 然后一转身回来 被另外一个 刚进去的一个军官 一面而来撞上 那个军官就把他挪开 毫不在意地挪开 继续往前走 这下子他就很愤怒 惹恼了他 他觉得 我宁可被打 也不能够 你把我毫不在意地给挪走 他觉得他的存在感被剥夺掉了 对 你忽视了我 你把我这个人像一个舱一样 给拍走一样 他觉得他受到了侮辱 对 比被打还要更严重 是 所以他就想要跟他理论一番 但是呢 想来想去 他也很胆小 他又要找东 找西 找理由 又不敢 最后又不敢去跟他理论 最后就偷偷地溜走 但是呢 回家的路上 他心里就说 你要知道我在心里 永远不是胆小鬼 他内心小剧场 其实演了很多的情境 他不断地在内心 反复地演练 各种可能的情况 要是我跟他理论会怎么办呢 在那个时代 19世纪 你可以提出 决斗的要求 对 两个人各自拿一把枪 找见证人 到荒郊野外 隔12步 是 然后 受侮辱的一方先开枪 是 这种决斗 但是呢 事情过了一年 两年 他觉得 这个怒气还是没有消 你想想看 这种小事情 在路上浪漏的小事情 他 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 累积在他心里面 是 多么难受 对 因为他 没有存在感 一旦人没有存在感 你就没有意义在这个社会活下去 所以他不断地想办法 他如何去 复仇 夺回这个存在感 是 然后呢 他最后 他试了很多方法 试着想要写一篇讽刺文章 投稿 来 指上骂怀 骂这个人 但是 被退稿了 所以 他就非常的 烦恼 对 最后呢 他就去街上 跟踪他 他想说他一定会去 彼得堡 就是俄国当时的首都 在 念瓦大道 最繁荣热闹的地方 大家都会在那边逛街 他就在那边看到他 就跟踪他 知道他的名字住哪里 他开始要安排 他要怎么复仇呢 如果我在大街上跟他理论 可不能穿得很糟糕 因为他很穷 所以他就先跟 长官预知薪水 要买漂亮的衣服 为了就是要 跟他在街上吵架 而且这个理论的内容是 好几年前 你在这个酒吧外面 没有让我录 对 那最后呢 他就 想说 找到一个好理由 他想到一个 吓死人的念头 他在街上 碰到他的时候 他想要测试一下 对方认不认得他 他就一面走过去 是 他发现对方好像不认得他 他就继续往前走 就发生了一个惨剧 就是他不由自主地转身 让路 让对方过 他一转身就觉得很懊恼 就是我怎么那么贱 对 我要去来玄仇的反而 我居然又让了他一次 对 他就想说不行 对 要是我不让路会怎么办呢 嗯 他很想 这个是他心里面冒出来的 吓死人的念头 你想想看他一辈子 活到二十几岁 对 不让路就是一个最吓死人的念头 所以他就开始计划 去复仇 结果呢 到了真正要实行计划的时候 每次遇到那个人 隔了两三步 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让步 那最后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最后一次 他甚至脚软跌倒了 那对方一样毫不在意地 把他给脚一碰就碰走 他像一个球滚到旁边 是 对方继续往前走 彻底的是一个失败者 是 所以他回家就发了病 隔天呢 他就想说 我要就放弃这个计划 我要再去内瓦大道上 去大街上再去看看 就当作是跟这个计划告别一下 结果就看到那个人 他走进脑中 灵光一闪 眼睛闭起来就走过去了 他一走过去 他就想说 哎呀我成功了 我终于跟他平等地 在一个立足点 社会的平等立足点上 肩碰肩地走过去 是 我丝毫没有让半步路 我赢了 我夺回了我的存在感 他回头一看 那个军官 丝毫没有在意地继续往前走 他就心里想说 他心里一定知道 我跟他平等地走过去 他一定是在假装 是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胜利的微笑 回家 对 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丑光觉得 都市托耶夫斯基在这个故事里面 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没有一个客观的存在感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有一个主观的存在感 他是一个心理上的胜利 是 一个阿Q式的胜利 精神胜利 他赢了 他至少要自己认为他赢了 他才能够继续存活在这个社会上 跟这个社会排斥他的这个群体 互相再继续斗下去 对 所以他一开始这个小故事就描写 他这一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怎样 他是如何架构自己一个想象的世界 在这个社会上 在窝在地下室 跟这个社会在对抗 所以这是他塑造这个人物主要的一个 第一个故事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现在读二国小说 读到这个方面 心理描写的方面 最能够受益的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自己 就可以找到一些出入 如何自己调和自己 跟外在社会现实的冲突 他是在描述一个时代里面的 人类的集体意识 也许或者是说是集体性格 每一个人的性格里面 有一部分都是地下世人 我们回头来看杜斯托耶夫斯基 他的性格其实好像不是太好 他脾气很暴躁 他是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性格 写进了地下世人里面呢 在他的时代 他的同一代人 就是说地下室手记是 有最多的作者的 一个色彩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有非常多作者 自己的特质 就是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特质在里面 包括他是愤怒青年 他是一个很少朋友的 没有朋友的 气量狭小的 对 疑心病很重的 对 我们看很多当那时代的回忆录 就可以发现 杜斯托耶夫斯基在那个时代 参加社会上的那个沙龙 文学沙龙 文艺沙龙 很多人在那个客厅里面聊天 对 他一进去他就在想 他们可能会把我讲过的话 偷走拿去写在自己作品里面 就他疑心病很重 是 但他非常有才华 对 然后朋友也很少 是 图格涅夫那时候的一个大作家 对 跟他有一些恩怨 就是图格涅夫也写了很多文章 讽刺他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复杂 很难堪的 是 他写了很难堪的文章来讽刺杜斯托耶夫斯基 但是杜斯托耶夫斯基在国外赌博输了 最后还是得向图格涅夫借钱 因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 是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非常的有意思 这本书最早的构想是一部忏悔录 他自己的忏悔录吗 对 这是从法国启蒙主义的 如说的忏悔录以来 这个形式的一个文学的形式 在俄国有出现非常多的一个变体 发展出自己的一套 像前面之前有一个作家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就是其中一个 那地下室手记也是一个 所以地下室手记在小说里面 也有明确地说到 我是在忏悔前不久 多年前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直让 在他心里耿耿以患 他没有办法平复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妓院 跟一个妓女发生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在年长的时候 大概40岁的时候 回忆起20岁那时候的事情 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 来把他心里面的结打开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是最初的构想是忏悔录 他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结打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作者特质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 完全的作者 就等同于小说的一个主角 因为这是一个文学手法 小说的主角是一个集体的形象 它包含了作者自己 所有的社会上大众看到的一些人的特点 特质都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时代之质 所以这是一个文学手法 它放在里面 所以并不是全然的等同作者 对 我很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经典还需要 不断不断地再翻译再翻译 现在当代读新译本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我自己做经典新译 大概也快五年了 所以我最初的目的 也就是我早先年的旧的译本 我自己读 不是那么完全的理解 还有一些像是主持人刚刚提到 语言上的隔阂一盏茶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样的来计算时间了 当然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算原文也不可能用一盏茶的时间 这是一个纯粹的中文的说法 所以我就想说要有一些新的译本 来表现出 现在这个时空 我们的语言 给我们读原著的感觉 所以我要做一个经典新译的初衷在这里 所以它必须要从原文直接翻译 所以我从俄文直接翻译 然后我们自己 现在这个时空的自己的译者 用新的角度去看 不失原味地传达出 在现在这个时代上 来给我们新的一个读者来看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邱光其实你翻译了很多经典的俄国文学 包括我们刚刚谈的 多斯托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还有你刚刚讲到的当代英雄 还有契克夫的小说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的时空环境里面 读俄国小说对我们会有什么启发呢 俄国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或许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刻画描写 心理的刻画描写 这很多人都有谈到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读俄国小说 读到这个方面 心理描写的方面 最能够受益的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自己就可以找到一些出入 如何自己调和自己跟外在社会现实的冲突 因为我们现在资讯非常多 很多人是迷失在里面 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信念 没有自己的信仰 生存的信仰 生活的信仰 很多人为工作而工作 不知道工作的目的还有哪些 还有哪些 我们看到一个面而已 对 所以读俄国经典 它刻画到非常深刻的一个内在的世界 精神世界 我觉得会让我们有一些解答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可能的出入 来跟调和自己的内在精神 跟外在的现实社会世界 其实我最近因为要访谈的关系 重读了地下室手机 我觉得很像跟一个既熟悉 然后又陌生的朋友再重新见面 然后看到他的时候 当然这个时候的年纪的体验 跟当初青少年的时候 又更不一样 对 今天非常谢谢秋光 来跟我们分享地下室手机 希望大家都可以不断地重读经典 然后从里面找出新的意义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